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首先是来自路透社今天下午的独家消息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国实施一揽制裁 以阻止中国入侵台湾 而欧盟则受到台北的外交压力 要求其采取同样的行动 消息人士称华盛顿和台北 正在分别游说欧盟特使 省议尚处于早期阶段 而美国和欧盟可能的制裁目标 都是限制中国在计算机芯片 和电信设备等敏感技术方面的贸易和投资 但是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的最大环节之一 实施相关制裁的想法 引发了是否有可行性的问题 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表示 鉴于美国及其盟友 与中国经济的广泛纠葛 对中国实施制裁的可能性 要比对俄罗斯的制裁复杂得多 中国上个月在美国众议院议长 南希·佩洛西访问台北之后 中国向台湾附近发射导弹 并且让军机反复穿越台海中线 作为一种军事挑衅 习近平表示 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不排除使用武力 美国官员透露 在华盛顿 官员们正在考虑 对中国实施可能的制裁方案 以阻止习近平入侵台湾 两位消息时称 美国关于制裁中国的谈判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就开始了 但是在中国对佩洛西的访问 做出激烈回应之后 谈判变得更加紧迫 高级官员透露 白宫的谈判重点 是让各国意见一致 包括与欧洲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协调 要统一战线 以及如何令北京不要反应过激 台湾外交部表示 已经与美国、欧洲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 讨论了中国最近的军事演习 以及中国对台湾和该地区构成的重大威胁 六位了解台欧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 告诉路透社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台湾已经向欧洲官员提出了 对中国可能的制裁 而中国最近的军事演习 则导致台湾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 最近几周台湾高级官员对制裁的要求越来越高 他要求欧洲私下警告中国可能会面临的后果 另外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到目前为止 欧盟官员一直回避就人权问题 对中国实施严厉制裁 因为中国在欧盟经济中的作用远大于俄罗斯 欧洲制裁将需要所有27个成员国的同意 这通常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即使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欧盟国家的意见也因为经济利益而难以一致 除了梵蒂冈之外 整个欧洲都与北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据另一位熟悉讨论情况的官员称 作为欧盟经济领投扬 德国对制裁中国的态度十分谨慎 该名官员称 我不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 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看待中国的方式 话虽如此 但是在德国联邦政府中 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担忧却是日益加剧 德国经济部长周二 承诺了一项新的贸易政策 并且称对华政策不会再天真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周二表示 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贸易政策 以减少对中国原材料 电池和半导体的依赖 并且承诺在与北京的贸易往来中 不会再天真 这是经济部长第一次明确将对华强硬路线 转化为政策措施 哈贝克说 中国是一个受欢迎的贸易伙伴 但是德国不能允许北京的保护主义扭曲竞争 他说我们不能让自己被勒索 新措施将包括更加仔细的审查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 比如说基础设施 过去六年 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到2021年贸易额超过2450亿欧元 哈贝克表示 德国必须向新的贸易伙伴和地区开放 因为许多行业严重依赖对华出口 万一中国市场关闭 德国将面临极端的销售问题 阿贝克本周在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前 说一个拥有共同贸易的统一世界已经结束 但我们必须把贸易政策理解为一种新的权力工具 也是一种团结的工具 他说 柏林希望更加严格的审查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 并且补充说 欧洲不应该支持中国的丝绸之路倡议 该倡议旨在购买欧洲的战略基础设施 并且影响贸易政策 他举例说 中国的中原集团正试图购买德国汉堡港集装箱运营商的股份 这表明对中国收购担忧 正从科技领域扩散到其他领域 比如物流 阿贝克称 他将阻止中国这样做 再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 随着二十大的临近 北京进一步加强了对疫情的预防措施 北京政府周一宣布 上班族和学生必须在48小时之内进行核酸测试 并且呈阴性 才能在周二返回公司和学校 这一措施导致了周二早上的混乱局面 上班族发现他们的一些核酸结果 无法得到验证 导致地铁的闸口无法打开 随后地铁当局宣布将手动检查乘客的信息 上班高峰期因此大排长队 大量上班族无法安时上班 北京自上周以来一直处于戒备状态 因为新一轮的疫情袭击了几所大学校园 当局已经封锁了中国传媒大学 周二北京报告了10例本地新增的确诊病例 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 首都周边的城市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河北省三河市宣布 从周二早上开始为期4天封城 并且进行4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三河市政府声明称 所有道路都将受到封控 所有出租车和公交都将停止服务 所有小区都只开放一个出入口 并且有工作人员24小时看守 除非有医疗紧急情况 否则居民不得外出 三河市民对此表示震惊 因为三河仅出现了一例阳性病例 就导致数十万人被封锁 中国当局最近要求 即使是那些没有爆发严重疫情的城市 也要在10月底之前 进行定期的大规模核酸检测 这与国家卫健委之前在6月初的声明有所不同 北京卫生部门最近还要求 从其他城市前往北京的人员 要在三天内进行两次检测 并且在收到阴线结果之前不得外出 中众迹象表明在20大之前 防疫措施正在越来越严格 那么20大之后会不会好一点呢 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而高盛集团周二发布的报告则预计 中国下个月举行完20大之后 将会继续坚持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陕辉等人 在本周二发布的报告中写道 在20大召开之际 维稳将是最主流的论述 因此中国官方近期将会强化疫情管控 尤其是北京的周边地区 北京市周边城市将会采取更多的静默管理 更加频繁地要求市民进行核酸检测 报告认为官方的清零政策调整 则需要等到明年上半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 才有可能出现转变 今年中国各地实施的风控措施 比疫情期间的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多 因此观察家们也一直在降低 官方对放松清零的预期 一些专家甚至认为 中国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仍然非常低 而且中国疫苗对新冠的防范效果有限 中国有可能会长期维持严格的清零策略 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当局已经要求国内最大的银行和国有企业 对复兴集团的财务风险进行检查 复兴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私营集团之一 知情人士说多个监管机构 最近要求金融机构密切审查 对复兴的风险敞口 复兴集团的业务涵盖广泛 从时尚旅游到医药 并且是辉瑞疫苗在大中华地区的独家经销商 尽管监管机构的举措 可能不会导致任何具体行动 但是凸显了投资者近期 对复兴财务实力的担忧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复兴正在采取措施 处置资产以偿还债务 截至6月30日 复兴集团持有的现金为 人民币1177亿元 而总负债达到6510亿元 国资委要求北京的国有企业 详细了解与复兴集团的关联 包括持股举债和担保等等 以检查和了解企业的风险 但是目前尚没有限制 国有企业与复兴的交易 欲从事 7月份就出国的复兴集团创办人 郭广昌突然回国了 打破了之前传出的落跑留言 他周二在个人微博发声 说他赶在梅花台风来袭之前 回到了上海 目前正在隔离中 郭广昌在2015年 就曾经历过一次失联 当时传出是要协助调查某些案件 但是之后不了了之 这次郭广昌出国两个多月 期间复兴集团卖股套现 人民币数百亿元来偿债 让外界不得不担心 复兴集团出现了财务危机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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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